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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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双方的第二局比赛开始 推出底线 这个这一派够对角质量还是非常高啊 直接冲着边线就去了 1-0 2-1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 这个比赛我们可能今天这场就无法为大家转播完 在明天下午的两点半到五点 我们将继续在长州为大家介绍2009年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 明天将要进行各个单项的第二轮的争夺 从第一天的比赛来看还是这个比赛进行的还是非常顺利 没有什么太多的冷门出现 3-2 送题回球质量不高 被王林一派打死 所以谢新华退以后 那么王林是在女单 从中国队女单来说 她是绝对的主力之一 所以可能很多人还感觉印象当中 说好像是新秀和年轻选手 不管你认为是怎么样 是新秀还是 他现在反正事实 已经是主力了 已经主力 他必须要能在他的肩上的阻力 好观众朋友 由于时间关系呢 这场比赛我们就为大家转播到这 欢迎您明天继续收看我们转播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 非常感谢周志导为大家做的点评 也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再见 再见 稍后即将播出的是赛车时代 她是骄傲的朋友 她是风光的新帅 两位顶级教练欧冠首次对话 一部重归梅亚塔 埃托奥迎来老队友 两位巨星 谁能笑到最后 一家冠军国际米兰 迎战五无冠家身的巴塞网纳 9月17号2点45分 新赛地欧冠联赛小赌赛 首场重头戏 精彩对决 就在体育频道 CCTV 让欧冠听到中国的掌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